大家好,我是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 政府的新看法 针对销售额15万或以下的商家 这个电子发票应该怎样执行? 真的可以全面豁免电子发票吗? 10月1日 税务旧就发布了最新的电子发票指南 当中最亮眼的重点 无疑就是15万豁免的详细指南 第一 这个15万的销售额是根据 财务报表的销售额来定义 对于第一批落实的同学们 将会根据2022年的财务报表为准 比如说 你的销售额在2022年已经突破了15万 那你就必须要在2025年7月的时候 落实你的电子发票 第二 当公司突破15万之后 公司必须在当年的下两年 也就是后年落实电子发票 比方说 我的公司在2024年8月已经突破了15万 那我就必须在后年 就是2026年的1月落实电子发票 第三 如果在一个集团里面 group of companies 任何一家子公司有落实电子发票 那这个集团里面的所有公司 即便它的销售额低于15万 也必须落实电子发票 比方说 母公司A有落实电子发票 子公司B销售额少于15万 但在这个状况下 B子公司是必须落实电子发票的 第四 对于独资企业 只要旗下注册的企业总额超过15万 你就必须落实电子发票 比方说 雁城身为独资企业 拥有三家公司 A Enterprise 销售额5万 B Enterprise 销售额6万 C Enterprise 销售额7万 虽然说 以上的三间公司 个别销售额都低于15万 可是三间加起来 总额超过15万 所以得落实电子发票 第五 如果公司原本都有在落实电子发票 即使销售额在未来少于15万 你都必须得继续落实电子发票 也就是说电子发票一旦落实 就没有回头路了 15万的豁免已经成了定局 至于在来临的裁案 但2025年会不会将这个豁免的门槛提高至50万呢 我们就只能拭目以待 想要知道更多详细的更新 记得来上我们的电子发票和彩案的课 10月29号我们在槟城见 或者是线上课的朋友 我们11月线上见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